香港電台傳媒初體驗總子教育計劃 透過一系列講座、工作坊、影子實習、模擬採訪等 讓高中生體驗傳媒工作 以獨特的方式發掘潛糧 計劃來到最後的頒獎禮了 一起看看同學們的表現如何 拍攝手法也是非常特別 給他們一點掌聲 給他們好嗎 我覺得自己可以再大膽一點 可以再試多些不同的東西 我覺得我可以不要在鏡頭前那麼緊張 我的採訪是很凌亂 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我們本身以為拍片是最難的部分 原來之後採訪者的過程是最刻苦 以及用得最多時間的 最後這條片可能只剩下一個星期 我剛巧在交流團 有同學就不是在香港 所以我們要跨減透 好,再來一張相機 我們的心情是很激動的 因為對我們來說 其實冠軍真的是一個意料之起 我們一開始是完全沒有預料過 我們會獲得冠軍 其實中途的時候我們一度是要刪斷 因為我們對於我們的片 要怎樣剪是很迷惘的 我們都是一些中六學生 所以時間都比較緊迫一些 經歷完傳媒初體驗之後 我對關於剪接 關於製作節目方面的 不同方面的認識都多了 在這個影子實習的時候 我們就有幸可以看到 廣角廣角的拍攝現場 真的了解到一個實際上的 拍攝現場會是怎樣運作 其實我覺得這些經驗是很寶貴的 我們體會到一起拍片 一起做這個傳媒是很開心 還有也有很多難過的回憶 傳媒初體驗,總指教育計劃 逢星期六下午6時20分 港台電視31播映 大家不要錯過了 是呀,老闆